好,廉假期间大家都感受到一直在下大雨 那么在廉假的最后一天呢 花莲降雨总算是趋缓了 不少民众也把握机会出门 不过东北季风增强,整体气温偏干又凉 这周迎风面的东半部仍有短暂震雨 周三开始水气又会开始增加了 周末的雨势会更加明显 提醒民众这周出门注意保暖,攜带雨具 国庆廉假的连日大雨影响不少民众出游安排 终于在国庆日当天降雨趋缓,阳光短暂露脸 而售假的周二日,东北季风增强,整体气温偏干凉 早出晚归的民众记得适时添加衣物保暖 11、12的时候啊,东北风其实开始慢慢减弱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温度啊,开始就慢慢上升 然后低温从21度开始慢慢上升 回升回升到23,22、23度的时候 然后13、14、15啊 这15、16这几天啊,大概就是东北风减弱 影响比较小的一个几天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大概都是一些短暂雨 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阳光啊 温度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然后但是低温持续在 所谓低温就是你早晚的温度啊 还是非常凉爽 所以你如果早出晚归啦 我们还是建议说你穿一件外套 或是穿一些比较郁寒的一个那个衣物啊 然后到16、17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到说低压影响跟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花莲整个就是会有一些雨的一个情形 不过目前看起来 那个影响还是需要在后续的观察的一个情形 雨势干一天后将再转湿 因封面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尽管周五水气减少 但到周末水气又再增多 降雨时间长 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民众海边活动流液浪大 出门增添薄外套 携带雨具 记得讲帮彦华理事报导